如果我不是要及格不及格 而是要ABCD的話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插入函數一樣用IF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用那個 邏輯裡面的IF 或者是最近使用過也有IF 那IF我想用的還蠻普遍的 可是我ABCD的話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將來遇到那種多重判斷的話 記得就是說 在IF裡面還要再加IF IF裡面還要再加IF 所以這裡的話呢 如果有四個 選項就會有三個邏輯 三個邏輯要怎麼加 一 我的平均成績如果大於 先從上面開始 大於等於80分的話 假設大於等於80 那我就是什麼呢 就是A TW的話是輸出 你輸出A 你移開他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一號 因為TW裡面要輸出的是文字 不過他也很聰明啦 所以我就打個A 因為前後雙一號自己加 有些軟墮的話 他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有一些函數不會自己幫你加 你可能要小心 好那FALSE的話可能就是有三個 BCD 那BCD三個怎麼放呢 你不可能打三個吧 所以 請你在什麼呢 IF裡面呢 再加IF 特別注意啊 IF裡面怎麼再加IF 第一次請你用這裡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以後的話呢 請你用後面的 反正一直串一直串就對了 那使用方法 我教一次 第一個 放在FORCE這個格子裡面 點這邊一下 IF 你會發現 他會再幫你把剛剛的IF 加在那個格子裡面 那第二個邏輯是什麼呢 這個如果大於 等於70分的話 那就是B OK 那再來還有C跟D 游標再放進來 再點一下前面 再點IF 他又會怎麼樣 幫你把IF放到裡面 所以再一次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C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D了 剩下就D了 OK好按確定 下下填滿 完成 OK 理論上應該沒錯啦 這個都 都是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完成我們要的 這個 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在 這個部分的話呢 在我們的 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綜合列 這個地方的話 講義裡面的話 我們有本來是 比較簡單是 兩重的邏輯 把他變成多重的邏輯 那其實 主要就是 在IF裡面呢 再繼續插IF 那我先找到 True的部分 False的部分 再判斷 所以 如果你希望 邏輯裡面 再判斷的話 你可以 再接著插入 IF的邏輯 所以這樣的話會有 ABCD的結果 OK 第一個 多重 第二個可能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 偶爾跟 AND的邏輯 偶爾跟AND的邏輯 就後面這邊 前一個階段我們有上到 這個有關 邏輯 那這邊當然 我們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像這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 裡面的話呢 這個等於是 如果說他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假如說是 大於 百分之五 或者是 小於 負百分之五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是不標準的體重 那這個地方特別是有 所謂的不標準意思是說 他的標準體重 是 這樣子 可是他的體重是這樣子 那 表示說什麼 27.6 表示說他要 需要增胖 增胖的意思 他的體重45公斤 可是他標準體重應該是57.4 那表示他太瘦了嘛 對不對 所以增減體重百分比 是說 他要增胖 27.6 那相對的底下有 負 負 負 8.1 這個表示說 他的體重是80公斤 可是他標準體重其實是73.5 所以他要減肥了 有沒有 他減多少 負8.1 負8.1 就是減8.1 那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的結果是什麼 當然兩重的是標準不標準 可是我不是要標準標準 我要看到的結果是 三種 一個是 過胖 一個是過瘦 一個是標準 那要怎麼做 我要看到不是 兩分喔 像這件題目是標準跟不標準而已 但實際上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先 其實你可以分兩階段做 先分兩個 兩個標準跟不標準 再把標準不標準 的不標準 再拆成 過胖 或者過瘦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 三個結果 做出來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用什麼方法呢 其實答案沒有一個 不只一個喔 你可以用and的邏輯 你也可以用偶爾邏輯 結果做出來應該都OK 所以這個是 有關利用那個 偶爾跟and 那所以其實邏輯裡面最重要的是 無外乎就是多重 可能進階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了解 哪些是交集 哪些是連集 那如果你這些都熟啦 我相信你以後 在處理邏輯的問題上面 應該都會很 架輕就熟的 一樣就是 先做什麼 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呢 就插入函數 一樣是if if裡面的話 因為要放 其實我們可以 看要判斷標準的 還是 如果用偶爾的話 是判斷不標準 所以我用偶爾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地方用個 OR 那偶爾我習慣在裡面直接打 我不用前面這個插入函數 因為 如果前面插入函數的話 會變亂掉 你要跳出來 然後又要告訴你說 城市有錯誤 我覺得不要麻煩 乾脆自己在這邊打個OR 前刮虎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增加低重百分比 點一下J4 如果他大於多少 大於5% 所以你就輸入5% 不標準嘛 因為他是過瘦 應該要增胖的 痘點第二個條件 所以你痘點 J4如果小於-5% 那他是什麼 他過胖了要減肥 OK兩個條 後刮虎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這兩個條件是屬於不標準 所以也許我可以先打一個不標準 反肢的話呢就是標準 OK 這樣的話呢按確定之後 他其實呢 會自動幫我顯示標準不標準 有沒有 就一下就做出來了 那 當然呢 這個地方 除了 這樣的做法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把剛剛的邏輯 改成用 AND 其實也做得出來 這邊旁邊 你可以把這邊 改一個叫AND AND的話呢 其實邏輯跟這個還蠻像的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是說呢 我們 把剛剛這個邏輯改一下 那這個改法其實就我剛剛講這個圖 向上%不標準 向下 負%% 這個是不標準 兩個不會重疊 所以不會重疊到就連擊 用偶爾 那可是我要判斷另外一個是 標準的部分是 這兩個一定要交集 所以你用什麼 用AND 這個用AND 那能不能做出來 可以 怎麼做 其實這個做法 跟剛剛差不多 只是說呢 中間這裡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判斷標準那一些 那哪一些是標準的 AND 第1個條件是 真間體重百分比度 它小於 而且等於 5% 構點 第2個是什麼呢 它大於 等於 -5 這個邏輯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5%以下 -5%以上 會有個交集 用AND 那這樣的話呢 表示什麼 它是標準 所以這個底下的觸跟FORCE 顛倒一下 把這個步 移到下面 用AND的邏輯是判斷標準那一些 按確定 那你如果向下填滿 結果會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那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題 用AND用偶爾 其實都可以判分得出來 那只是說 你那個 思考的方向不同 所以你會發現 有很多地方的工作邏輯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可能寫出來的公式呢 也會不一樣 那不是說你錯或我錯 其實都對 但是就是 邏輯 思考的方向不一樣 OK 那最後當然如果說我希望 在 不標準的地方 希望把它改成 過胖或過瘦的話 沒辦法 不標準可能有過胖啊 或過瘦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不標準的地方 再變成 過胖或過瘦的話 那怎麼做 很簡單你可以講 把不標準的 這個公式裡面的 這個範圍 把它delete掉 插入一個1V 就是說我希望他再判斷一下 把不標準的選起來 delete掉 或者直接插入1V 那邏輯的話 就是 J4 這個儲存格 他如果 大於5%的話 他如果大於5% 那理論上應該怎樣 他增胖 增胖5%以上 那他是什麼 過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 過輕 或者過瘦 過瘦 反之的話呢 那就過胖 好 類似像這樣 那也就是說呢 在不標準裡面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直接加到這個裡面 那我們按 確定之後呢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 顯示出來的 就會自動 像這些就過瘦 過胖 過瘦 看這個也沒有錯 過胖 所以這邊如果要顯示三種 那就是 先把標準跟不標準先做出來 再從不標準裡面呢 再做一次邏輯 所以這個我想 請各位試一下 但最後如果你覺得看不太清楚 你可以 再利用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吧 也許你可以再設定一個條件 過胖或過瘦 無標準 用不同的 格式顯示出來 OK那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地方 喔 找到 好嗎 好嗎 我 看來 喔 谢谢观看